音乐 音乐 我在大陆放宴口 只有宴口台之外 还有一个孤横的牌子 那么孤横牌前面 这是供奖象征性的菜 一碗饭 一杯茶 就这样子好了 现在问这个问题的人 因为是在台湾 可能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馆 中华国教文化馆放宴口 就是每年七月三世 放宴口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信众 拿到许多的瓜 果 食物 糕 饼 点心 摆在整个的院子里边 甚至于庙的前面 一条马路上都是摆得满满的 这是台湾的信仰 跟方艳口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民间都喜欢这个样子做 本来像这些供品 谁供的 谁就拿回去 再回去 拿回去做什么呢 拿回去吃 所以过去台湾的民间就要叫拜拜 这拜过以后 就要请到很多的朋友 亲戚一起来吃拜拜 这个不一定是台湾的风俗 这个在大陆的福建 广东 都有这种风俗 那么现在传道 凡是海外的 就像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这样是我们的 华侨所在地 华侨要做这个服饰 做这个普供的时候 也就是特别是七月 这个要供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供的 那我们台湾就是供 好想的 就是供孤魂的了 现在所有的孤魂 全部来一起大吃一灯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因为在寺院里边 也有这样子的情形 甚至于如果供了少了 还有人在讲 我们过去农场室我们供的很少 就有人讲说有人有一些孤魂 在那边选我们农场室 说到了我们农场室 没东西吃 为什么 因为我们供的很少 因此呢 要饭供了很多 菜也供了很多 样样东西供了很多 供完以后呢 本来应该没人拿回去 我们也鼓励人家拿回家去 可是副教徒都又相信了 供佛祭生 那么供到这个拜拜以后 供了一个东西 再拿了庙里边来 拿回家不好意思 就是就放在庙里了 因此呢 我们的寺院里边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收下来 收下来以后就很难处理了 这个一下子吃吃不完 不吃送给人送给谁 那我们原则上 还是鼓励大家 谁拿得来的 谁拿回去 不要留下来 那但是很多人 还是不拿回去 那我们就留下来 留下来慢慢地 慢慢地分给人家吃 像这样子的 一种拜拜的 一种封锁习惯呢 跟肌肉是相反的 跟环保是不能相应的 是不配合的 因为一时间呢 一下子用这么多东西拿得来 不管是拿回家去吃 或者放在寺院里边 都是一定浪费很多东西 当然 米应该没有问题 像干的 面粉呢 蜜粉呢 大概也没有问题 那么主要的一些糕啊 饼啊 水果啊 点心呢 这个不能够放在酒的东西 那就是啊 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呢 主张啊 第一个 谁供的谁拿回去 第二个呢 一定留下来的话 我们庙里边呢 就可以送人嘛 信徒 在临走的时候 大家 你又带东西来 没带东西来 就送了一个东西 将你们来拿走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 有一些迷信 说供过 鬼的东西啊 不能吃的 说吃的时候呢 里头没有营养的 因为已经给鬼吃过东西 里边的营养 全部吃完了 所以里边的精啊 精华啊 已经给鬼吃过的 所以是拿回家去吃 也等于 等于吃的是草啊 等于是吃的泥巴啊 等于没有营养的东西 他们也不想拿回家 结果 很颠倒 就交给我们出家人吃来了 就叫我们来吃 我们吃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不慈悲啊 这个 我们不管说 这个东西究竟是 鬼吃了以后 营养没有 有没有营养 不要这样子想 鬼怎么有东西吃 有嘴巴嘛 他没有嘴巴 这是我们 一个心意来供养他 但是呢 供过的东西 和没有供过的东西 你自己的感觉上啊 这个味道就不大一样 没有供过的东西 吃起来很香 供过来的东西 吃起来就没那么香 但是呢 相反的 供服的东西啊 我们在父亲供过的东西 吃的东西更好吃 更好吃一些 特别是我们供了以后呢 又在那边送金啊 又在那边持咒啊 又在那边拜过以后啊 那个东西吃的更好吃 有的人认为吃的可以消灾的 所以我也劝大家 不要担心啊 你供过的东西拿回去吃啊 吃了这个是我们念过金的 我们在那拜过的 那拿回去吃的更好嘛 也是效灾的嘛 所以是呢 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啊 要留下来 让我们寺院的处理 我想更好一些 阿弥陀佛